看一下免費版的相片大師 相片大師應該說現在訓練 他現在的政策上都是 新版本推出來之後 一段時間 舊版本就會有所謂的免費版 那當然不可否認 免費版會有某些的功能限制 可是至少可以讓你體驗 可以讓你體驗 我們免費版這個版本其實本身 就包括了所謂的 一樣具備的功能 還有儀儲物件功能都在裡面 所以你即使不花費 也可以使用 但是他有限制的是什麼 你不能做引降合成 所以你就不能像我們Follocade一樣要把多張比在一起 說真的其實如果說你是付費的使用者 不管是Adobe的還是訓練的 確實有付費 你可能就是可以一條龍的一次把所有事情做完 那我們現在走的是免費風格 對不對 所以我們有繞一點路 可是你會發現其實都是一樣的概念 只是說你今天 透過不同的服務去把它整合在一起 整合在一起 那我們先看一下 你看我們 預設進來之後他有送你幾張 對不對有幾張Semple 你可以用這邊的 也可以用別的 比如說我先用這一張 我就把這一張 點一下他上面就打開了 那你要編輯他的話 就請你到上面這邊 上面這裡 我們現在在圖庫就好像那個 瀏覽檔案總管概念 點到那個之後這裡是不是有一個叫編輯 你把它按一下 他就會說 這一張是不是要產生一個新的副本 有沒有 我們就用副本的方式進去就好沒關係 就按確定 好 你進來了 現在進來了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左手邊 有沒有很多功能 其實像影像主義就很方便 因為你的手機APP是不是有很多這種功能 美肌的美膚的瘦身的 這個你自己用 因為我相信你都很會用 比我還會用 我們要的不是這裡 我們往下移動 有沒有看到我們要的在這裡 物件移除 還有去背跟合成 我們要的是這兩個功能 好這兩個功能 那主要是以去背工具為主 好去背工具為主 所以你可以按一下去背工具 這時候他會進到 這個去背的工具裡面 有沒有人都進去了 左手邊會變成像這樣子 就你進到這個去背 進入編輯之後 在圖庫裡面 選好你的檔案 然後呢 按下編輯 接著 進到我們的去背工具 他目前有兩種 一種是比較屬於像魔術棒 魔術棒的 一種是智慧號碼 那我們就魔術棒就可以 好那你現在看一下 如果我要把這個 向日葵把它抓出來 我要把向日葵抓出來 請問 該怎麼做 你就把它 這裡有筆刷 有沒有 有新增跟移除 清除的工具 那我們現在這個工具呢 跟我們剛剛用那個 3D小畫家 然後各位在用 那個握著裡面 移除背也是一樣概念 只要在藥的裡面 或不要的裡面 以前我們 去背的概念都是什麼 找邊緣對不對 找邊緣然後沿著邊緣畫 現在不是 現在是 藥就在藥的裡面 不要就在不要的外面那邊 就好了 所以你看我認真做一下 來我把它放大一點 點一下 可以放大 有沒有 可以再放大一點 好 點完了 我們現在回到這邊來 我就用這個工具了 加號的工具 有沒有 這裡有加號的工具 好按到它 現在呢 這裡 有沒有看到我油表已經變成佳了 那你用滑鼠的滾輪 有沒有變大一點 我放在中間這裡 這樣有沒有看得比較清楚 好 那因為 花 這個很大 所以我可以把筆刷變大一點 一塗 有沒有這樣就塗到了 我塗在我要的裡面喔 對不對 好滾輪 縮小一點 然後呢 你可以從右手邊這裡 拉動一下 這個放大鏡 這裡 好 小的 我就 筆刷不要那麼大 那你也可以搭配那個 這個喔 如果你想要把它 放大一點 放大一點 你可以用這個放大鏡 放大鏡 好 把它放大一點 你看 喔 這裡 剛剛我沒有選到 有沒有 這邊這邊沒有選到 現在我就回到加 好 這邊再塗下去 再塗下去 太多了怎麼辦 變減號 然後要怎麼減 重點是來看一下 要怎麼減 怎麼減比較重要 加也是一樣 好 你看 我要減掉它 怎麼樣才能夠減掉它 就 減掉不要的 有沒有這樣就把它刷掉了 我不要 放在這個邊緣上喔 現在很重要就是不能放在邊緣上 放在邊緣上就完了 好 所以 你看我這邊多去掉了 我就放在我要的裡面 按一下 或者脫衣一下 有沒有 這樣它就自動幫我做 有沒有了解那個概念 所以你可以利用這個方式呢 這樣很快的就可以幫我們的 這個 影像 就把它抓出來了 好 像這邊 通常這個我會比較認真做 因為 認真做一點 後面 的步驟就會少一點 真的 真的真的 嘿 所以這個通常我都很認真做 拉一下拉一下 有沒有 確認一下 所有的這個位置 是不是都是OK的 看看有沒有都 真的都有弄到 喔這裡還有掃 對不對 所以我就來這邊 好 穩輪 調到適當的大小 在要的裡面 或不要的裡面 把它 填滿就可以了 那葉子的部分呢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 你也可以選擇 要或是不要 好 再拉動一下 確認一下 檢查好 OK 你看我都是塗在要的裡面 或不要的裡面 而已喔 等到呢你已經做得差不多了 我們就可以進行下一個步驟 做什麼 微調的動作 因為 這種工具你這樣選 雖然很方便 可是其實還是有缺點 還是有缺點喔 所以呢 我們第2個步驟呢 就會進行 所謂的微調 幫你把去背出來的這個影像呢 有一些不滿意的地方 我們再做一點點的調整 不過說真的啦 通常我都是 現在第1個步驟 做認真一點 因為認真 不是只有女人最美好嗎 男生也很OK啦 因為你在後面 會比較不用花太多的時間 因為你把它看清楚 把它看清楚的話 其實在做會真的快很多 好 這裡你看 我已經修得差不多了 如果有多出來的就是記得從外面 選到不要的外面 這樣子 你可以照顧它點一下點一下 這樣就OK 我的已經快結束囉 這個工具真的是熟能生巧 真的是熟能生巧 所以如果你常常用 其實就還蠻快的 好 我現在已經選好了 那選好了之後 我需要等歌一下嗎 不用啦 你就看一下就好了 那我們看左手邊這裡 左手邊這邊 有沒有一個套用 就是你的選舉方位選好了 我就是把他做一個套用 按下去 這時候就進入所謂的第二個步驟 有沒有發現 他已經幫我把後面拿掉了 那有不完美的地方怎麼辦 比如說你看我在這裡 我發現這裡好像不是很OK 很多去了一點點 這時候呢 你就可以用這個 筆刷 這個叫自動筆刷 邊緣筆刷 也就是你可以重新告訴他 這裡是邊緣 幫我重新計算一下 那如果你用的是加號就是 你發現這個地方好像有沒有 他有幫我多去了一點 或者我剛剛沒有勾到 他補一下 再把它補進來 這個相反的就把 影像再把它去除掉 做回一條 做回一條 所以其實說真的 如果你本身 這裡 像我這裡多一點點 就再刷一下 刷一下 有沒有 這樣就回來了 影像就回來了 這樣有了解那個概念了嗎 這邊多了 就把它移除 可以 它可以像這樣子 可以像這樣子 我們現在呢 再來看一下 有沒有 那如果你確定都好了 我們就可以把它拿出來 你就可以把它拿出來 你看我們左下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儲存字 對不對 左下角 如果你已經做完的話 這裡有一個儲存到哪邊 各位不要懷疑 這種 帶有透明度的 請問要存什麼格式 是 PNG 對不對 你看有沒有發現 我們用到現在 最常用的是哪一個 PNG 因為它能夠帶透明度 其實你們 如果是Mac的同學 你要驕傲一點 因為Mac 很早就在用 PNG 它桌面上那些圖示 什麼 都是PNG的圖 都是PNG的圖 所以你會覺得 Mac為什麼看起來 都特別 看起來特別漂亮 除了螢幕顯示技術以外 還有很重要 就是它是用 PNG的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就找到這邊 我把它放過去了 好的 我已經存好了 好 你這邊要離開的時候 它 這邊 我就回到 Photoclap 裡面 你可以看一下 各位你看我現在Photoclap打開 有沒有發現 它現在就是透明的 對不對 那你就可以拿過來這邊 你要做合成就OK了 這樣有了解它概念了 所以你利用 這個相片大師 其實也蠻方便 雖然是免費的版本 但是 它把這個功能 已經 釋放出來給你 所以你要做區背 其實還蠻容易的